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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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南, 你被人下毒, 現在昏迷 我想你幫我們找出哪一個是兇手 兇手是不是不只一個人 是一男一女 是不是同事?家人?網上沒有毒者? 他手指動了, 我現在去找醫生 醫生, 病人怎麼樣? 病人可能老婆受刺激而醒了 如果想聊天就別這麼久了 他需要休息 可以的, 明白, 謝謝 我記得那晚 我想去迷途一本小說下架 之後我就跟Match一起下樓 之後我就自己過去拿車 我聽到貓的聲音 不就是拿門口進去捏貓吧 我只記得這麼多 我起身之後就在這裡了 那一男一女究竟是誰? 我不知道 我只看到那個影子 剛才我們幫他做磁力貢引測試的時候 你們說知道的 不如再想清楚一點好不好? 不要再問了 再問我也沒有結果 他受了這麼大的刺激 一定很混亂 讓他休息一下 凱小姐, 休息一下 人的腦受了刺激 記憶好像碎片一樣 散修修, 很不完整 你相信海南說的話嗎? 你覺得呢? 這次我信偉瑞傑 腦區溝通法是有學術根據 在英國也做過相同的實驗 傳媒也報導過 你懂得做這麼多研究嗎? 沒聽你說過 我做事從來都不是靠嘴巴 你平時裝得這麼兇 你想嚇一輩子 還是想大人看到你 有勇無謀, 無殺傷力? 你的躁鬱症也控制得很好 時有時無 做起事上來是方便很多的 現在請Sir也有點怕你 是的, 我瘋你上來 我自己也怕我自己 現在可以肯定的 就是海南和小雪殺死的關係 一點也不簡單 知道他們有什麼關係, 我會去查 我想找到一個人回去幫我們 你想找他嗎? 一哥和程Sir一定不會提醒 一哥我有辦法搞定 搞定一哥, 程Sir絕對不是問題 你已經想好了 你說行不行? 先說行不行 不吹聲就行了 特案組又問他, 才是特案組 做到事了 找我做特案組的顧問? 是呀, 你是不是還沒做過? 我現在是血治案的疑犯 說的是九隻手指, 十個受害人 還有一個還沒找到 上一次江Sir說 如果能坐進去, 幾世都不夠錯 所以我就勸你承認他 之後可以專心替我做特案組顧問 聶Sir, 我治好你的躁鬱症 這麼快就有新病了? 你想說我有妄想症嗎? 你是不是不認識我 沒有把握的事, 我怎麼會說出口呢? 你怎麼會覺得我很肯答應你? 其實我不多不少 在你身上都學到心理浮潰 陳正超拿了你血治殺手這個名字 你覺得到自己嗎? 為什麼血治殺手要切狗的手指尾 寫了二十二個不同的血字 這二十二個不同的血字 看上去好像沒意思 但我知道一定有 只要是血治殺手, 才能讀出來 我很期待他在法庭上 一字一句地告訴世人 你不是在等這個機會嗎? 如果錯失了這個機會 你殺了這麼多人, 有什麼意思? 跟街邊的瘋子一樣 在街上亂斬人, 沒什麼分別 鬼的事, 別讓我看不起你 別讓我看不起你 多一個高志偉罪犯陪你一起坐 多開心 好, 讓我回去考慮一下 讓我見完我兩位朋友 再給你答案 好, 想見誰? 主機 另一個是葉林, 請 是一個我之前看過的病人 叫蘇國成 蘇國成, 留一張身份證 謝謝 麻煩你放下手提電話 多少部? 你有多少部就放下多少部 還不走? 還想放下其他東西? 你還有什麼?放下來 怎麼樣?最近還有沒有買這麼多手機 沒有, 最近買少了很多 一個月才買一部 太太呢?她好嗎? 我太太很好 最近我家裡多了一個新朋友 他們倆經常聊天 而且現在她不用迫我戴口罩了 晚上我還可以抱抱她 還有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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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好, 那就好了 接下來我沒有時間跟你治病了 你的孤僻症 就要靠你自己去多認識朋友 知道嗎? 我可以用幾個電話 很多幾個帳戶 認識更多不同的朋友 認識更多朋友才能幫到你的病 還有, 記得多點和你家裡的朋友聊天 不要悶傷她 有機會的, 我也想去探討她 好, 我回去跟她說 好 老婆, 我回來了 你猜我買了什麼東西給你吃? 糖水 你待會兒讓我做一點點事 我們一邊聊天, 一邊一起吃好不好 乖 差點忘了跟你說 好, 我今天探過葦醫生 他說遲點有機會的話 一定會來找你 你放心吧, 你在這裡住 我會好好照顧你 怎麼又這麼晚? 浪情睡了嗎? 兒子 你是不是答應了聶先生去見過韋若杰? 聶Sir他跟我說 他說這是韋若杰的要求 如果我肯見他的話 他可能會認罪 還有做特案做個顧問 這個人很危險 我們全家人 每一個都幾乎被他害死 我知道你在擔心什麼 不過我研究了連環殺手這麼久 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在想什麼 就像這個字一樣 這個字獨作方字 就是以一個方形器明的意思 他寫死在背部 會不會是一個明言成的字? 兒子 你對他太好奇了 很容易被他利用 就像小孩子喜歡玩火 遲早就被火燒身自己 我對他有防備 你放心吧, 他一直都針對著我 他那時候放過浪情 都是因為想和我肚子 我避得一時避不了一輩子 而且我真的很想解開這個謎底 或者所有的反罪心理學家 都想和連環殺手做好朋友 因為大家才最了解對方 我無法叫你了 那好吧 那你自己小心點 別這麼晚睡了 知道了, 媽媽 那些喉頭菇要用暖的米水 浸它兩個小時 然後換幾次水 這樣就可以去掉它的臭味和髒東西 這個湯很麻煩, 你也熬的 我老公最喜歡竹茶和茶案 他一忙就忘了吃東西 最終就弄得胃出血暈了 誰知道他醒來第一件事 就不明白他拆去了哪裡 不是吧 我聽說, 頭頭菇煮響拿湯 可以健庇養胃 那我就煮給他喝 結果我煮了整個星期 他也沒回來喝 不要喝, 先喝吧 不要喝, 喝吧 我叫你喝醉 你喝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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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住在這裡也算挺整齊 你煮的?看起來好像挺好的 我好像覺得, 阿絲一直在陪著我 我只剩下他的話, 我為我無所謂 會不會因為你知道自己錯在哪裡 所以阿絲才離開 阿絲, 你在山上把所有事都說出來 心情就比較好 你這麼早來找我 不就是想說這些話吧? 你想知道阿絲的事嗎? 那我就來告訴你 這裡有湯湯 是阿絲在馬來西亞經常煮的 他說煮定了, 等一見到你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給你喝 是阿絲煮的湯的味道 後頭煮響了, 我煮的也煮不出這個味道 真是阿絲煮的?他肯再見我嗎? 跟我合作, 我帶你去見他, 好嗎? 葉Sir, 交給你了, 麻煩你清我名字 麻煩你了, 麻煩你了 蘇角誠, 你見過了 朱基你還沒見, 他在裡面等你 一個人, 沒有攝影, 沒有錄音 你可以放心 你真的很想我做特案組的顧問嗎? 是認罪後, 做特案組顧問 是認罪後, 讓我進去見完 最了解我的對手 給你一個答覆的 就這樣吧 你為什麼想見我? 你還說還有很多事要問我吧? 就讓你來這裡吧 是不是我今天問你什麼? 你也會說真話? 好, 溝通是雙方便的 只有我一個很沒意思的 你對著血池這麼久 試試說說你的看法吧 人為何要有文字? 人和動物不同, 人用文字溝通 你寫這些血池 我相信你一定有某種意思你想表達 這裡有九個受害人 構成重複的一共有二十二個血池 而最特別的就是這個方字 這個方字在古代代表哉爺的戲名 而在筆跡分析, 它就像一個I字 上面那一畫代表母親 下面那一畫代表父親 中間這一幢代表自己 你洞穿了上面那一畫 代表你對母親的筆無 下面碰不到下面那一畫 代表對父親的疏離 我猜你小時候 你爸爸快離開了你, 是不是? 我從來沒見過他 不過媽媽有很多個說法 我沒有一個信是真的 那照計你應該跟你媽媽的關係很親密才對 但是你看看這張紙 你對媽媽又怕又狠 這個根本就不是馬字 你想寫個孖字 因為你對媽媽的恐懼 你連個孖字都不敢寫出來 那你從這張紙上還看得到什麼? 這張紙裡面有很多交叉 勾和印封 最後那四點你寫得有直有骨 代表你對媽媽充滿不滿和憤恨 你一直壓抑在心裡 要透過殺人的行為 才能平衡得到自己 我猜這裡每個字都是你媽媽曾經跟你說過的話 罵過你的事 她這些傷害你的話 你一輩子都記得 兒子, 拜託你走快點 你拿個小小東西, 放下 你知道你來得我無法上班嗎? 我被你害死了 每個人都在笑你的眼睛 不要呀, 媽媽, 不要呀 媽媽 你們是個怪物, 我不要你 你整隻怪物這樣 你知道你害得我被人說我生了一個雜種嗎? 還要我被人說我勾老 我真的很後悔生了你出來 我生了叉燒比生了你更好 看來我說中了 你寫過媽媽的字有缺筆 我相信方字也不會這麼簡單 這個應該是一個未完成的缺筆字 而她跟你媽媽探獄二是有關的 我拜託你, 別再看這張紙 宋慈有一句, 走滿魏浮金兒 就是用這個義字 我相信你媽媽以前就是用這個 不要再說 別再說這張紙 別再看這張紙 她根本不肯承認這張紙 對, 因為她是一個不肯承認事實的人 她不肯承認我這隻綠眼 她說這隻字又醜又奇怪 就像我這隻綠眼一樣 人人都不懂得讀, 人人都在笑她 所以她就走出去改名 我不是這個名字 說我叫譚玉雅, 我叫譚玉宜 你這麼沒記性 你給我寫一八字, 寫一八字譚玉宜 總之她一不喜歡, 她就要改 不會, 我想她真的有想過插盲我的眼睛 她以後就不會被人說她勾佬 生我這個龍眼仔出來 我很明白你的感受 因為敬鋒曾經很討厭她 敬鋒他幸好, 可以解釋你出來 幫你承擔痛苦的回憶 所以你就選擇了另外一種方法 譚玉宜她留長頭髮, 她喜歡穿白色裙 你每殺一個跟她有同樣特徵的人 才可以發洩到你壓抑在心裡的憤怒 是嗎? 把她的手指拿出來 用她們的血在背部寫字 全世界都會知道譚玉宜的罪行 九隻手指裡, 現在只有一隻 是未證實到身分 我相信這隻手指是屬於譚玉宜 她曾經用這隻手摸過你 打過你, 刮過你, 令你很討厭她 所以你殺了她, 還把她的手指切下來 我們很好 我經常在家裡跟她聊天 跟她喝一杯咖啡 她喝得很甜 我喜歡下三粒塘 你一直把她藏在你身邊 她沒有再打我, 沒有罵我 陳索哥的父母不是人君無形 是譚玉宜的鞋棍 我們一直沒有留意, 她應該是沒什麼字 你現在把她藏在哪裡? 她是我親人 我一定要保護她 不過女子是一個人格 這些事你不明白的嗎? 她說是其... 我是人格 但我還有人性 我的誕生是用來保護警府 我更會盡力去保護狼情 reply 媽媽 那Matt呢? 你這次是欺凌他, 禁錮他 為什麼你和慶豐一直不逼他出來? 我們不想他闖禍, 只是想保護他 其實你有沒有真正正了解過Matt 為什麼他會睡了十七年? 我想你們三個之間的秘密 你和慶豐應該要知道 你剛才跟朱基說了什麼? 你弄得Matt發瘋地想衝出來 我差點這樣也按不住 我之前和朱基談過 要轉換人格, 開用離心力 可能我剛才那番說話 對Matt的衝擊很大 勁豐, 你也是一樣 又想玩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 Matt為什麼一份睡了十七年? 朱基他答不了, 你呢? 不如我給你一些提示 楊璧心, 他也是逃了十七年 兩件事有什麼關係? 他怕了媽媽一碗毒湯嗎? 不可能, 他是人格而已 那碗湯又不是毒他 那如果是呢? 是嗎? 如果當日看到楊璧心下毒的那個 不是你呢? 沒有, 我這次不是打架, 我弄傷了 多吃一點, 待會還有湯油 今天媽媽這麼沒死 我一直以為你失去了這段記憶 是因為朱基幫你承受了 但是Matt的出現, 推翻了我的想法 原來你真的沒經歷過 所以當日看到楊璧心下毒的那個 不是你, 是Matt 你的意思是說Matt生朱基出來 頂了這件事? 因為Matt承受不了他所見的東西 所以衍生朱基出來 然後自己就一直逃避, 一直沉睡 那我呢?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粗機玩壯? 是因為Matt小時候經常被人欺凌 於是解離了你出來, 幫他還擊 所以楊璧心每次問Matt 有沒有打架過的時候 他都說沒有 因為打架那個是你 所以你跟朱基一樣, 只不過是人格 沒可能 朱基一直以來跟我說我才是主人格 那是因為朱基衍生出來的時候 Matt已經沉睡了, 所以他會搞亂 你沒發覺你從小到大的記憶很模糊 很零碎嗎? 你想想 為什麼朱基解決了你跟楊璧心的心結之後 你們一家人在一起 但是他沒有消失, 可以一次一次回來 因為你不是真正的葉景峰 你只不過是一個人格 你不是一個人 你終於有人會消失, 你會灰飛 不可能, 我知道這個大事很難接受 我不會灰飛燕, 你在說謊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叫你 別困緊 你想我幫你做一些不知意的事 你不要再霸佔身體 你讓Matt出來吧 你不要亂說 你讓Matt出來吧 你不亂說 讓Matt出來吧 你讓Matt出來吧 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想啊 老婆, 你要不要嗎? 很多部手機 是啊, 八十幾部而已 全部都可以用的 你去前面的街口 就有個檔攤可以賣掉了 沒有壞的 沒有的, 你拿去吧 謝謝, 謝謝 再見 Matt, 你幫我扮朱基帶我走 我可以幫到你 扮個小傘, 有什麼好處 有個地方有神級漢堡, 一個尺寸 快點扮人快去吃吧 那怎麼扮 朱基帶他很怕冷 你扮他, 記得要翻三嶺 還有覺得自己很心近事 我想送若傑回去 為什麼? 我還沒寫完那個血字 他媽媽的原名叫譚玉宜 那個宜字是這個宜字 但是他之後改了 所以我們一直都察覺不到 他還跟我說這麼多句 屍體上的中文字 都是他媽媽罵他的話 那第九隻手指呢? 他說了很多話給我聽 我消化不了, 我要回去想想 帶他回去, 看看他還有什麼說 好, 阿Sir, 我想問一問 你待會是不是委約叫他出來? 你是誰? 我兒子是特案組的警察 叫做易敬峰 我有事想跟他說兩句 我在這裡等他, 行不行? 沒問題 好 葉太太, 你沒事吧? 沒有, 可能太熱了, 人家很不舒服 媽媽,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剛才太曬, 我有點頭暈 阿Sir很好人, 讓我上車休息一休息 謝謝你, 阿Sir 謝謝 如果能過聶山, 我會再有安排 那如果見到媽媽呢? 第一, 你不能叫她媽媽 第二, 無論你多想討罪 你都不可以討罪 因為她最喜歡的那個 是永遠不會討罪的朱姬 我也不知道她討罪 有什麼選, 我跟回老爸 你又忍不住了 總之你要記住, 楊碧森很難對付 她是很分得清楚你們三個人格 怎麼樣? 阿易潔有沒有說了什麼給你知道? 有, 不過我稍後會陪她多點資料 多問她多點事 我昨天猜過是血池, 我有沒有報錯? 他們正在等我 我不方便說太多案情了 媽媽, 你有沒有中暑? 有沒有不舒服? 爸爸, 不如你先回去休息吧 沒事吧? 曉Sir, 不如先帶芯姐回去吧 不用了, 我還沒問完你 先去工作 我先去工作 曉Sir 她是阿曼 師兄, 前面的條路很實 對, 我們這邊的食物很少這樣 這個是重犯, 我們謹慎一點 不如改路 記者答我, 坐穩 葉Sir, 沒事吧? 沒事 前面有什麼事? 別動, 放鬥 她叫你別動 下車 什麼事?怎麼開車的? 你算了, 老婆你… 下車, 快點 裡面是前沿和區, 你知道是我們嗎? 你不是阿Mate 阿Mate還沒叫我去 蘇角誠去抱著的公仔走了 阿Tim, 他們正在追求 這個次是我們輸給朱基的預算 楊碧心那壺靚湯還是你的傳盤計劃? 朱記的筆跡分析真的很精準 不過我聽到你說要見的是蘇角成 而不是葉朗晴的話, 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找人跟蘇角成 我們發現蘇角成除了妄想症 和孤僻症之外, 一切都很正常 就是這樣, 我才覺得有點問題 直到今天早上, 楊碧心找我合作 我猜到你會引Mate出來幫他們逃走 然後我才肯定蘇角成 才是你逃走的最重要的一種棋子 這二八母, 錯了 那為什麼你不早就逃走他? 那豈不是肯定我走不掉 因為我很好奇 我很想知道一個精神科醫生 和他的病人會想到什麼好端端來逃獄 但是最後讓我發現 他可以用幾十部手機 騙到那部囚車改路線之後 我覺得你們的頭腦很不簡單 那為什麼後來又放我們走? 我想看看還有什麼人會來幫你忙 不用了 有阿成一個就夠了 你知道為什麼 到最後你們都捉不到他嗎? 因為結衣 哪個結衣? 那公仔, 他一定會用盡所有方法 去保護他 不會被人搶走他, 捉住他走 你很聰明 你很明白人的想法 你真的很適合做我們特案組的顧問 我找到你診所那副人骨模型 我相信會是我們最重要的線索 他是不是譚玉宜 我再問你一次 你是不是殺了你媽媽譚玉宜 別再在這裡提這個名字 我不想再聽到關於他的事 對, 之前我殺的所有人 所有罪我都可以替你承認他 我會替你當特案組的顧問 幫你找連環殺手 麻煩你, 不要再在這裡提有關他的事 馬上叫遠遷從馬來西亞回來 二馬腐骨 我把腐骨的護膚退走 驗過之後是真的人骨 而他尾指位置的斷口 和之前一直找不到的受害人的妹子 做過比對, 是完全吻合 肯定是同一個人 死者的身份驗證到了嗎? 已經找到譚玉宜 當年在政府醫院的病歷 由X光可以看到 他的盆骨曾經受傷 而舊有的傷痕 和這副骨已經遇到的一個舊傷 完全吻合 而根據醫療紀錄 譚玉宜在1987年 就是韋芮傑出生的那一年 3月22日曾去過醫院要求終止華人 但是因為華人周期已經超過24個星期 醫院認為太高風險 拒絕幫他做墮胎手術 翻查過警察部的資料 3月22日當晚 譚玉宜是在自己家下樓梯跌倒 弄傷一盆骨, 進了醫院 當天她沒說什麼 那些伙計都覺得無可疑 斷定為意外 可能不是意外 因為譚玉宜一直不想生個小孩出來 到生了出來, 又對她很差 這部分不用記錄 因為是我個人推測 你不想讓韋芮傑知道自己身世那麼慘? 她也認罪了 接受法律制裁, 坐牢也坐一輩子 不必要她在精神上再受折磨 以後她幫我們鬥案組做事 大家都不要再提這件事 聶Sir, 韋芮傑是重犯 你要她進入特案組 你問一哥沒有? 他的案子已經排期上庭 對於他幫我們做顧問 應該沒什麼影響 況且一哥答應了我一個要求 這件事是很複雜的國際縣案 特案組本來就是你想出來的 我想交回給你 好, 我有一個要求 用什麼人由我作主 但是所有的高層不可以干涉 你知道警隊最講權威和階級 這些事只是警察跟警察說的 難道你拿過這些說話跟賊說嗎? 特案組就是特事特辦 我明白, 聶先生, 我相信你 謝謝, Sir 我還沒說完, 我相信你 直至我不相信你為止 那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說一哥都有底線 如果你走錯一步 以後就不會有特案組 聶Sir, 我說得對嗎? 沒有人會讓魏睿傑 更清楚連環殺手的心理 我覺得他會幫到我們 這條電子手環每二十四小時 保住你的位置, 明白嗎? 這麼快就正式做顧問了?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去指揮中心 說案情? 有一個地方我想帶你去 如果你想答是, 就打算打排球 如果你想答不是, 就打算唱生日歌 明白嗎? 可不可以再試一次嗎? 我已經問過聶先生多次 他完全沒有反應 可不可以讓我試試嗎? 聶先生, 你聽到嗎? 我之前每天都來讀小說給你聽 如果你聽到的, 你就想打排球 你不要再逼他 我不想聶先生有危險 謝謝魏, 聶先生怎麼會這樣? 聶先生有可能是真的聽不到 也有可能是心理有問題 就是根本他不想聽 你的意思是他自己封閉自己? 會不會跟他小時候的事有關? 什麼事? 聶先生的唐年很複雜 他曾經被罪親的騙過 聶先生沒跟你說嗎? 看來聶先生也不太相信你 是真的嗎? Dr. Ray, 你的追溯解離證 我有點想請教你 人格是不是可以永遠存在? 會不會有些人格突然消失? 江Sir, 不要那麼過分 我只是說事實 你覺得和一個 隨時會消失的人格一切 有將來嗎? 是 聶Sir 是 好, 知道 聶Sir說收到Parker通知 他骨頭有最新消息 我和朱基要馬上去馬來西亞協助調查 要馬上去? 是 今晚就要飛了 江Sir, 麻煩你可不可以將這件事 我給聶聶聽 是我說他寫的小說 如果他有什麼反應 你可不可以即時通知我 麻煩你好好照顧他 不用你說, 我也好好照顧他 我不要緊 我都不可以 我會想到你 我會想到你 笑得多么兴奋 嫌缺满足感 直照好 明知黄昏夜张走近 谁会伴我开解我 随往是记忆下层 心上有声响 也必走失方向 未通过幸福一天拥有 未会太欣赏 共每刻时光成长 我未放下我理想 而你共我很想似 才结半变一张